欢迎收到屈肌TV 我是你的屈肌主播周杰盈 62岁的刘德华 11月3日那天就在台北开完show 有人就说其他歌手开show是来收钱 或者开show是来收台 手牵着手不分你我 手向前走 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这些歌词是不是很熟悉 个个听到都忍着要跟着唱 最近刘德华在台北小巨蛋唱的这首《中国人》 令很多台湾观众都感动到哭 就连汪文彬都大赞刘德华 对他表示高度的肯定 还在外网上说 只要你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人 想用不同的方法去拖我们祖国的脚步 你就知道我们已经去到很高的位置 不过这么令人兴奋的场面 反而令到某些人接受不了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二川质疑说 这些是某德华在大陆开show的片段 试图将这些活动标签做迷宫 将一些正常的文化交流政治化 还有六型政客说 某德华是来台湾搞统战 要杯葛他的演唱会 看得出这些台独分子的耐心都很脆弱 开场演唱会都紧张成这样 但他们返到某德华开show的时候 就完全没想到 其实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人都是台湾人 而且演唱会演唱大家一起唱 更加反映出台湾人民的心性 本来正常的文化交流 不应该是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其实真正令到民进党受不住的是 他们发现市民不再是那么容易被他们压倒了 祖国统一已经是大势所取 前排美国国防部说 已经派了19.8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包括地对空导弹系统等等 都是应付突发战事的重要装备 美国很慷慨解囊 赖清德班人的开心不得了 之前赖清德因为以无许统的想法 和双十节的讲话 引起了解放军的实战演习 令到支持率暴跌 加上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上台后 澄清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讲法 令到很多人都没了信心 觉得美国都会抛弃他们 所以美国说要卖军火给台湾 等来政得安心点 令台湾那帮台独分子更加有信心 继续碰碰普通市民 想和大家说 美国还站在他们身后 其实美国是真心想帮台湾吗 恐怕就不见得了 所谓的对台军兽 无非是美国的计划 想让台湾再挣扎一下 逼大陆开火 让美国可以趁机 拉盟友一起打仗 更重要的是 联合利监2024B封岛演习之后 美国就批准这批军兽 明显向大陆挑衅 显示自己的霸权 告诉别人他们没有被人吓死 但是台独分子才开心了没多久 或者只是一手中国人就已经打破他们的幻想 对台湾人民来说 他们是台湾人 更加是中国人 这种身份认同早就已经刻在寄人里面 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 柳德华收服台湾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屈机TV 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柳德华11年之后再次回到台湾 在上万人的见证之下 说了一句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一开始的时候 小巨蛋里面 全部都是他的粉丝 大家又欢呼又尖叫 今天期待柳德华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些震撼 很多粉丝都感慨 终于圆梦 有心之年 还可以看到柳德华的演唱会 真是此生无憾 其实 柳德华原本就计划在10月31日开始 在台北小巨蛋里连续唱四天 差不多4万张票一出就被人埋伤了 但无奈 首场因为台风 搞到停了 接着11月2日中午12点 就补回一场 当晚7点原定的场次无变 台湾中国时报3号说 一日两场演唱会 对63岁的华仔来说 不单只是体力大考验 还是天王最大的诚意表现 但是这几天 录影就不停针对柳德华了 根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国民党4号说 柳德华来到台湾年长4天 本来是一件开心事 谁知就被王定宇 王二川拖出来大做文章 一些操作不单是对艾人的不尊重 还踐踏了粉丝的感情 大家都知道 经过民进党政府这十几年来的 去中国发洗脑政策 台湾内部的台独氛围其实都很浓烈 台湾内部有些名人和政要 对我是中国人这句话非常敏感 没几个敢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就算国民党高层也不例外 上次国民党有个立委说自己是中国人 结果立刻被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疯狂围攻他 这次刘德华在台北小巨蛋唱中国人 又再次被台独势力攻击了 民进党王定宇 政策会执行长王二川 一个接一个公开批评刘德华 说他是亲共艺人 不过这次王定宇、王二川这些人的政治操作 真是踢到铁板了 还显得非常狼狈 国民党批评说每一次遇到这些事件 民进党就高调批判 不分场合、不理因由 只要跟中国有关他们就会起杠 这些根本是他们的标准操作 这样只会搞到艺人对台湾却步 粉丝失望 最后受影响的就是台湾的文化氛围和经济效益 国民党还说 音乐和表演本来就是文化理解的桥梁 要人来台湾表演是一个来得不易的文化交流机会 还可以为台湾的演唱会经济注入勃力 六人的举动在岛内真的被人骂爆 桃园市议员 灵涛11月3日时 在Facebook出了个post 数了一下刘德华对台湾的贡献 他说他曾经帮过921地震救灾 为八百风灾无款 还举例了他的经典电影和歌 全部都是台湾人的共同回忆 在龙力新年时电视上有哪一台不播刘德华的贺税片呢 他还骂爆陆营伤网 说他们这几天不停攻击刘德华 直言追杀艺人的民进党警总已经偷偷复活了 民进党立委罗志强在2号说 罗德华唱中国人都会被人针对 原来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认同道歉 这句话只是民进党的口号 前立委蔡正元在2号的中天节目上面说 罗德华唱的中国人 其实填词日李安修是台湾人 编曲的土偉远 作曲的陈耀川都是台湾人 其实罗德华今次的演唱会 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勇敢的硬堪资本 坚持自己是中国人的了 在罗德华最红的时候 日本人邀请了他去演出 说是切磋歌纪 实际上是想收买人心 当时罗德华的经理公司 为了帮他扩大影响力 就答应了这一场歌友会 当时罗德华去到日本之后 那时的脂肪 不单要求罗德华 学会用日文和粉丝打招呼 还要求他唱几首的日文歌 这些完全是挑衅 刘德华当场就用沉默回应 之后直接拒绝了这些无理的要求 还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 虽然经常说艺术是无国界的 但创造艺术的人是有国界的 音乐可以全世界的 但音乐家都是有国家和民族的 我是中国歌手不是香港歌手 因为香港是中国的 而且在那时 日本就有人开过百万的代言费 要求他代言产品 就算在那个年代 是由外国品牌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但刘德华依然坚持自我 坚持为国货代言 坚持代言中国制作 早期的时候 刘德华代言过国产手机品牌金纳 他觉得用自己的影响力 可以帮到这些国产手机打开市场 在外国品牌横行的年代 令我们自己民族的品牌 有一席之地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 近几年 刘德华一直都帮华为代言 无论华为有什么要求 刘德华都尽量配合 甚至做很多场的代言 都是刘德华自愿去做 完全不受日文 所有东西都是出于志愿 他想把华为推广给全世界人 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 而在这些行动的背后 其实不单止是刘德华 对国产商品的支持 更多是对民族企业的支持 刘德华其实不是出生在 什么富友人家里面 他明白偶像的力量 还更清楚一个公众人物 应该如何树立形象 去鼓舞和激励人家 正所谓 国家面前无偶像 在第55届金马掌时 有些人在颁掌台上发表言论 将政治搬上舞台 加上小动作 令台下很多明星都黑了面 向主办方表达不满 但就只有刘德华一个起身走了 在言论一出的那一刻 他已经起身走人了 所谓的影帝 只是称号 不要也罢 你有一些充满激进元素的领长 还不如回家睡觉好过 当年华东遇到特大水灾时 柳德华二话不说加入救援 不单只带头捐款 还捐了自己整年的收入 去为受灾群众出奋力 08年民村地震 柳德华不单亲自捐款 还亲自填辞 鼓励受灾的人继续坚持下去 送出的不单是生活必需品 还是精神上的支持 当时 柳德华带着爱心救灾队的人 在第一线搬射 在灾区医院为病人浸水 他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大明星 只是这些人的同胞 是他们的家人 这几年来 无论大灾小灾 每次柳德华都冲在灾业前面 那么多年来 他的收入有很大部分 都投放在慈善事业上 他用自己的行动 为娱乐圈树立了一个爱国的标杆 而且在柳德华的艺术创作里面 你一直可以看到很强烈的中国风元素 他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桂宝 承传下去 在外来文化入侵的年代 柳德华力玩狂难 他一直觉得只要有机会 在对的场合 就应该积极地展示中国风元素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 逼这么多人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 让中国风在世界舞台上 发出更加吹灿的光芒 在全世界都喜欢中国风的同时 我们的音乐和艺术都不能停滞不前 也不能落后 而是要在这个窍窦里面找到方法引领 所以在柳德华的舞台上 不是舞龙就是舞师 再结合现代艺术的东方之味 在演出的服装方面 柳德华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他一直致力宏酿中国文化 几乎每一次重要的场合 都是穿低调的唐装 那些精美的刺繡和中国人最喜欢的龙兔藤 完美地展现出我们的大国风范 这几年 柳德华对自己的直观 广东光芒有一份独特的感情 在他刚刚出道 赚到第一笔生活费的时候 心里就已经是奠记着这个故乡了 在他成名之后 柳德华就将自己赚的钱 背围家乡 差不多每一次的演出或拍戏之后 他都会以他爸爸的名字为家乡捐款 他很努力地提升这里的教育 推动这里的文化发展 因为这里是他的根 是他混牵梦营的故乡 所以当年香港回归之后 柳德华第一时间 就是赶回到肛门 回到这个故乡 应祖贵重 在全国范围里面 柳德华的公益活动 其实从来都没有停过 只要你的家庭有困难 需要帮助就可以申请 虽然他早就已经功成名咒 但他依然是坚持付出 用自己的行动 去帮助粉丝和歌迷 还有些有需要的人 去为他们冒捐囚款 就算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 但他始终坚持真唱真跳 完全不偷懒 就连这些连续几场不停唱的show 每一场都可以做到惊严 做到惊喜 这次的演唱会 柳德华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支持 证明了什么叫做一个有偽德的人 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脱离低级随眉的人 正如网友对他的评价 红一年是网红 红五年是明星 红二十年是巨星 红一世的是刘德华 其实对于台湾 照着来还可以这样做 叫謝霆锋去唱王总人 王力宏去唱龙的传人 叫明敏唱中国生 最后大合唱大中国 结尾就是周杰伦的 听妈妈的话 桃鸿江压续你一首正宗报国 一轮架下来 看看台湾的人怎样面对 我们的屈记住是周杰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